我们对人 对死 对我 对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无 只要你用平等心 平等心就是觉 觉就是佛 佛心平等 心不平等是凡夫 平等就是佛 这个意思非常明显 念阿弥陀佛 就是修平等 在日常生活当中 时时刻刻保持你的清净心平等心 本经的经习 清净平等心 用什么方法保持 这次名号 用这个方法 六根 六根 借出外面六尘境界 顺自极一丝的 这身欢喜心 欢喜是烦恼 是七情五欲 把我们的自信当爱 所以那个心才一动 阿弥陀佛 把那个心换过来 你一见 我以身诚会心 念头才一动 阿弥陀佛就拜平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能把一切私 一切无 一切人 都把它摆平等 那么我还告诉 诸位同学 最好能把一切人 一切私 一切无 都称作阿弥陀佛 我们的清净平等觉 不难恢复 清净平等觉 是我们的自信一头 只要恢复 清净平等觉 西方净土 就是我们自信净土 古大德常讲的 自信弥陀 唯信净土 我们怎么会不成就 不但决定往生 而且决定 上上平往生 不是身在同居图 方便图 身在实报 转眼图 就看我们 这个念头能不能转 关键 是一念之间 只要你这个念头 转过来 西方极乐世界 不难去 很容易去 念头转不过来 好 那就太难太难了 无量阶又无量阶 这是真的 我们过去深中修学 无量阶又无量阶 都没有办法往生 就是不懂得 这个关键在哪里 像我们开保险柜一样 号码 对准了 一拉就开了 对不准 怎么样也开不开 无量阶来都没有对准 现在我们这个号码告诉你了 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开 那么这是把直中德本 这一句的意思给你说出来 可是你也问 怎么落实 也就是 如何将阿弥陀 将清净平等觉 落实到我们生活上 这是你真正修净土 你要不能落实 你还是茫然 茫然一片 落实 我们进中学会 在缘起里面 写了五个修行的科目 这就是 弥陀六字鸿酸鸿的落实 第1个科目 机 waar el walked into this 第四六度 第五普行菩萨是大愿望 五个科目不多 很容易记住 日常生活当中 心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能与这五个科目相应 这就是六次鸿鸣落实了 清净平等觉落实了 我们不能这样做 那你就是口念 弥陀 心散乱 不能成就的 念这句名后 名跟实要融合在一起 融合成一个 名跟实不能分开 分开来就没用处了 所以我们把经典里面的教训 总归拿为这五个科目 这五个科目不但是净土教 修学的根本 可以说是 世尊四十九年 俗说一切法门 总归结 《赞福》里面第一句 《效仰凤四四十九年》 《效仰凤四四十九年》 我们中国人讲的 《效勤正四》 这个是佛法教学的 总当临 总方向 总目标